投资是怎样做法呢,我再说一句,其实有某程度上是简单了,所以也对个体的散户是有利的 刚才说了,因为你零利率,负利率,甚至要整本CFA,那些什么NBA都扔掉了,那就容易了,我不需要做很复杂的DCF,不用做models,全部都不等用了 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呢?讲TEM,讲增长,讲是不是disruptive,讲老板是不是charismatic 我不是说赞扬,我当然是有reservation对这个分析方法,但我看到这个趋势是甘开始的 Alex,我们现在新合作这个支付简单,这个新系列里面真的希望能够想做些什么? 找一些专家来跟大家分享,我不是说财演那些,不是说number,不是这件事 又是反过来,因为金融市场有这么多资讯爆炸的情况下 到底那些专业的投资者,他真的想一些聪明钱怎样花呢? 真的不要只听那些小道消息,真的找专家了解后面发生的事 找专家来,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能够帮助人去投资 真的自负,可以能够做得到,不是说到很利利的事 希望能够深入浅出,能够在短短的大约30分钟 大家知道究竟每一次,每一个方面里面有什么特别的巧妙 以及内面行内的人,特别能够分享到一些深入浅出的事 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拿出一些很好的知识 然后进行一个投资,成功的,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辑的智库假码 又是我,Derek,有个拍拖,Alex,肖公子 这次我们继续邀请Eddie,中环资产投资的专家 甚至说到美国,以后未进,招待时代,这次我们更精彩 大家关心是否这么说 上一次Eddie已经提及了,中国对美国的影响也很大 互动会发生什么事?中国本身会发生什么事? 14,5计划是未来的 这些东西对我们设身的荷包和股票肯定有很大的影响 专家怎样看? 我真的不将自己的荷包在考虑里面 我现在开始想的事,全是为人类为地球的出发点去想的 也超越中美修飞帝德陷阱式思维,应该是过时的 不幸美国有些人堕入了这个陷阱,不停地思考 因为这个COVID更简单,是一个唤醒了我们 其实我再说一次,其他文章有些传媒都说过 你说经常哭口号,尤其是香港这些一量流行 我要自由,我要民主 但在面对一个挑战全人类的一个pandemic 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我也相信这个疫情是跟这个environmental change和climate change是绝对有关系的 因为这些的变化,令到这个frequency出现越来越密集 尤其是这类的coronavirus 但是这种东西是不尊重国界的 不尊重这个每个人 所以你刚才上集讲过 美国人说我自由,所以我不戴口罩 OK 跟暴力一样,你的自由,你的拳头的自由,应该去到我的避歌之前 你打到我,就是犯法,就是影响我的自由 影响我的权利 所以你不戴口罩的问题不是你 你会连累其他人 所以这个是等于 另外一个放大一点的一个国家 比如最经典的例子是瑞典 他就故意采取这个,他不承认之中都是 所谓的群体面,但这个是反科学的 现在没有时间讲了 这个是会导致很多人死的 所以GDP的损失跟欧洲其他国家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死亡率是他隔离 Norway、Denmark的10倍 整个欧洲的5倍,所以是失败中的失败 他的辩论,自便就说 你放长相看多6个月,看多2年吧 你的死亡率会追到我的 这是最残忍,最不负责任的说法 人到现在,科学未够出名 我们都会有一天要去的 多2年就是多2年 你现在很不喜欢见到你,阿爷、阿嬷吗? 你说等多2年,他就追到你 我现在拖多2年,死少这么多人就是我的成功 不要跟我讲这样的事 所以一个国家的所谓自由 你不理他,瑞典不戴口罩的 你看看他的鄰居 Norway、Denmark都不肯和他通关 是的 因为你会漏出来的 譬如你早一个月 香港不知道第几波 深圳 有些不是巴西冻育 有些发现的 一定不是偶然 为什么呢? 巴西是神经的,总统 又是不理的 所以你做的事是会因全人类的 所以其实 现在面对人类挑战,大家就明白了 就算你哪怕自由,哪怕说民主 你算全民投票远 瑞典说我是全部要脱缸 我是不戴口罩的了 不等于你科学化,不等于你这样的决定是符合全人类地球的利益 所以大家不要这么喊口号 政治的模式只是一个工具 它是一个means,它不应该是一个end,不是宗教 你不应该认为我有自由,我就自高目上 应该最终是为了大部人的一切 所以这个reminder,这个COVID就是 这个三个挑战 三个挑战,所以我也觉得是十四五 中国也应该最根本不再说起多多少高铁 三样东西是最重要的 第一,就是 防疫 公共健康,公共安全 不止只是今次 当然你中国,我不想深究,也不是专家 不知道那种菌第一次出现在 在中国,越南,墨西哥,I don't care 可能哪里出现的后果都是一样的 但是肯定有关系的,中国的公共卫生,医生做得都没够好 这个是没办法否认的 这个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其次就是中国的,当然现在急起直追 就是紧急医疗的处理方法 也有很多是,你可以说它霸道 但是最后是成功的,很多人要模仿 就是怎样封锁这个城市,一个区 还是怎样 有些事情是否做得过火,这个再说 整体来说是成功的 这个围堵的政策是成功的 是,成功的 最初有人骂了,骂完之后自己也要做回 最有效就是封锁 不要说那样东西了 另外就是中国的医药 vaccine,therapeutic,全部都要急起直追 这个比半导体更加实质,更加重要 之前两三年前,中国有很多丑闻的冠疫 这次会不会,不止就是斗快,但是你那只药 好像美国的这个,你现在斗快,但是你一个总统急叫 都说了,神悠,立刻可以上季的了 你敢不敢打呢? 就是你有没有trade off between你的quality and speed呢? savety有没有问题呢? 所以中国这次是一个好的机会 证明你是能够做到 所以我觉得十四五,其实我首要的priority 就应该是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健康 这个是首要的 第二,如果你相信 这个疫情是与这个环境变化、气候变化有关的 当然这是priority 也都以我所知十四五是一个priority 包括就是这个太阳能 和这个电动车 这些是很根本比较容易做到 容易做到,而是减少限排放 或者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也都有关 相连的很重要的更新的material的技术 什么silicon carbide对于电动车也有用 对于半导体也有用的技术 这个我觉得中国是会emphasize的 中国总排放量、碳排放量是多于美国 但是其实你又不要不停骂中国 per capita 不是因为它很green的,而是它仍然是发展中国家 per capita的排放是美国少于一半的 比日本和德国还低,你以为是很green的 先前有一个说法就是 有很多宣传国家将生产工具放在中国 其实那些是宣传国家的排放 不是中国的排放 当然都是,但是就算 分费问题 人均都少 人均是低于其他 这个都不够低,你应该是继续努力这方面 第三个重点,其实真的看内部不够的 当然可能13五主要是经济方面 不是说外交、军事 但是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你不可以拒絕别人 美国是针对你 它有你无你也好 所以我觉得中国最重要是 继续保持世界安全 世界安全和内部 这个也不可以拒絕香港是一个动乱的热门 你一定要未来五年内有计划 去怎样平息香港的动乱 有些是短期的强硬手法 有些是要根本性教育传媒方面着手 我觉得中国应该经过这个疫情和很多东西 要站出来说清楚自己 不可以再害羞 有些你未必完全適合 但是有些你是可以claim道德高地的 要claim道德高地 包括疫情我处理得成功过来 就要是说出来为何我是科学化的你 还有另外一件事我觉得要讲清楚一点的 包括怎样对香港的政策是这样的 还有新疆 现在很多人上纲上线说 新疆你又违反人权 运起了100万个维吾尔族 我不知道事实是不是这样 但其实就算是 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有很多恐袭 恐袭的来源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真的不是说双重必准 不是说你错我就错 too wrong doesn't make a right 我有时候会说 现在tiktok的事件 对比facebook google 都是 不是说中国禁止了那些 你就应该就等于 同样地禁止 这个我现在没时间讲 但是我觉得新疆的问题更加重要 其实那个 有因是什么 就是过去这20年 这个伊斯兰教 其实严重地去极端化 radicalize extremist up to a half 变了很extrem 为什么呢 其实事源就是因为 你讲 我不再 前因我不讲了 911 911 19年前 这个美国被人炸了 就算当这个炸他的群族错了 是完全真的 杀了三千 很无辜人 亦是真的 我有朋友 Jane York 没有死 但是也是很害怕 但是 那件事 全部的恐怖分子 是沙特阿拉伯的 没有伊拉克 没有阿富汗 但是美国的反应就是炸 一个炸弹都没有炸沙地 那是good friend 那些比北韩更极权 他炸的就是伊拉克 就是阿富汗 没有一个正式统计 但是你 上网随便查 估计伊拉克死的人 是40万到超过100万 阿富汗死40万 还有displace的人去到 巴基斯坦有些饿死 有些病死 有些被你再去 巴基斯坦再炸死 未讲Syria 未讲非洲北部 drone行动 杀了很多人 总数保守的都超过100万 你杀了100万人 那些人有亲戚朋友 他们会变radical 想保守吗 说得不好听 整个伊斯兰就极端化了 包括新疆的伊斯兰的人 都是极端化了 所以就引起这么多的恐袭 中国就要控制 就是正如香港的情况 那些控制 但是基本上 我还没听过人说 中国 就是在自己的新疆里面 杀了100万人 有没有人死伤 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的数目是极少 就是香港 你讲完这么多之后 没有直接杀过一个人 就是这个政府方面 这个是个事实 所以其实就要讲清楚 这件事 所以不要讲到那么夸张 我认为连这个Mulan 都不去看 都要boykot他 这些就很明显是 某些有心人 就是上纲上线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中国的担心在十四五 就是这三个字 Global Peace Internal Security 以及ESG方面的investment 我们以前也讲过 就是这个环保 EV 太阳能 以及就是related 管理今次的疫情 以及公共健康 以及卫生的防疫意识等等 但是十四五那个规划 那个框架在林艺夫上月的 专家大会里面 就不是直接提 间接都有 那问题是你觉得 深入不深入 真的要等专家 那方向错了 重点应该就是 exactly我讲的那件事 如果任何偏移 不是刚才我讲的那件事 其实都是有问题 他不能比较去 因为他都 可能他习惯了以前那些 纯粹讲经济 怎样去到一万 怎样去到中等 收入一万三千 但是你又没有说 你去到一万三千 就是挑动美国神经志 他会打地还没害 因为你去到中等收入 就是GDP会超过他那天 你去到中等收入 同时 其实中国都说面临一个 双重陷阱 他面临着一个 中等收入陷阱 以及对外的 收息抵抗陷阱 你美国的想法很简单 你过不了中等收入陷阱 你有什么权挑战 这个收息抵抗陷阱 就不会跌进去 所以对他来说 最好就是你过不了 中等收入陷阱 但是你反过来 你不要只是以为自己 就这样闭上眼 就说要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你越是这样的方向 你就会挑动美国的神经 学性循环 他可以做很多事情来搞你 继续搞香港 继续搞新疆 卡帕子嘛 捏着你的脖子 卡帕子 正确就是 就是中国很想离开 或者是这个 他要跨过这个附阱 所以那些一带一路的 的 initiativ 其实会引起地缘政治 或者美国走来打他 究竟是怎样避免这件事 或者是不是 我就是说 中国真是不聪明的 当时是意识形态方面 那个把口没那么聪明 一带一路也是 我现在看到有些香港人又在那里说 这些又是帝国主义 又怎样不对 我哪怕他是这个 后现代的帝国主义 你比起 横官 直观 所有全部帝国历史 包括美国帝国 英国帝国主义 不要说蒙古 不要说法国 残忍过一带一路 一百倍 一千倍 一万倍 so far 一带一路 中国杀过多少人 我借钱帮你 起一条桥 你还骂我 我一早就遇到 那些人未必要感激你的 你对条路来 真的 这个世界 他未必 一A 你只钱出去 你不要如有得收 第二 你不要如别人感激你 这个中亚是很复杂的历史 因为 这个地区的地方 真的很难发展 如果容易发展 就发展了很久 但是 我觉得 不要说他完全没有 alterior motive 当然你说比较 战后美国在欧洲的 Marshall Plan 或者他很大方 帮助发展 重建日本 等等 但是其实 中国这个一带一路 其实都是类似和平的方法 就算你说和平的方法 争取经济利益 或者外交方面的影响力 有什么不对 比起你杀人放火 比你 比欧伦布 发现 北美洲 南美洲 新大陆 几大 比你好像 这个 exotic animal 被你发现了之后 火星人 如果有五千万至一亿人在南美洲 三百年后 没有了九十九% 真是 陰棕的 被人发现 为什么被你发现 真是很大事 中国现在一带一路 其实是和平 如果你要说 帝国主义来说 有时来没见过 这么和平的帝国主义 比起我说 要你开商负 我要买鸦片给你 打获你 怎么可以比较呢 问题就是 这个十四五里面 你觉得 对我们的经济 股票 市场的欧洲 有没有什么可以部署一下 如果你说 真的不是对政限弱 怎么办呢 我们继续摸摸摸 哇 中国根本 一向都是 我不说他错 他是看重 他是人民生活 实体经济 就像今次那样 他的股市是落后美国 但是 谁人都知道他今年是 唯一一个大国 将会有正增长的 但是市场不会reward 为什么呢 因为印钞票相对少 他吸取了08年 带水万贯的教训 他也形成了对比 他说美国今次敢印 你会制造很多社会矛盾 继续更加 也不等于你就 印钱不会医病的 所以人民币不是在升 所以中国 也对的 中国 讲回经济 其实那是简单一点的 当然应该成为一个消费大国 如果要成为消费大国 人民币应该升值 应该升值 我出口更加没问题 这些人太容易了 你看看 之前那些人哭很害怕 又说 怎样要 decouple 要把供应器搬来中国 你发梦没那么早 疫情下 你看看7月8月的数据 完全重复在中国 我最近有些美国朋友 有跟Tim Cook很熟悉的 那些港课 私底下说 未来长期 短期长期 都是commit to 中国 除了你说印度 要 grow 市场 有些要求 要在那里建一间厂 如果不是 未来只会更集中 也不是一个价钱问题 是一个性价比 还有concentration of talent 它有这样的 就是material scientist 有这样的 precision machinery 的人才 有这样的engineer等等 在其他地方是完全没有的 这个规模的就是 所以中国 就是太easy了 manufacturing export 性价比 move up the value chain 正如好像日本 日本Yen 过去三四十年升了几倍 它不停是 仍然是current account surplus 因为有些东西 虽然你不买sony电视 你转了买 小米 转了买三星 但里面 譬如seamot sensor 仍然是sony全世界最好的 就是它有个核心技术 有个价值在这里 你觉得 日本企理 你觉得它的寿司好吃 那么现在很多人说 如果疫情过后 第一个地方发梦 去哪里 日本 所以 中国人民币 如果你中国做得好的话 它升值 那些人觉得是会 值得去的 那你想想 其实就三个人加起来 对美国有多恐怖 你real growth 比美国快 你的人民币 如果开始逐渐每年 不用多一升两三只 再加上 今年已经升到五个percent了 是的 那更恐怖了 那你今年是 譬如是正三的增长 美国是负三 之前说是负七 但是现在有些人 一来一回就很厉害了 那差几月了 你的appearance就升了 还有relative inflation 中国发展国家一定是高过美国的 如果提升有些人害怕 现在印钞票会出回通胀了 所以其实去年年底 美国是21.7个trillion的GDP 中国是14.5 差距超过50% 今年差距可能只剩30% 突然间歪到超车 今年中国可能16 美国可能是21左右 差距只有30% 所以再说 你会看得到 交叉点将会比原本快了 再说一次 上次 谁做美国总统 活跌你的任来 中国将会很接近 很接近你 而且超越了你 以中国的人口的vantage 以及他的stamp graduate 是你的8倍 就是他人口是你4倍 工科那些是你8倍 美国的工科一半是亚裔的 你现在不让他们去读 就更少一半 那就16倍了 你说中国超越美国 一定是 而且之后 就会成为你的一倍半 两倍三倍 你的经济规模 到那时候 美金没有了 之前法国总统以前 叫它做exorbitant privilege 那就good luck了 那你这样印 你有九十几个波在天空 有些就开始跌下来了 可能是美股 可能是美金 可能是美债 不知道哪样东西会跌下来 我也不觉得人民币需要 或者可能会代替这个美金 其实我们在去的一个 可能是后现代 不需要fiat currency的年代 因为市场经济就是 因为有limited supply 所以才是要有个线 去看这个supply demand 但是现在两个问题正在发生 全世界的GDP越来越多是data data是无限量供应的 如果一样东西是over supply 无限 supply 你怎样用市场经济去regulate 再加上实体经济 越来越占的部份少了 二来 刚才说了 能源的瓶颈打开了 现在太阳能评价上网 再加上storage 今晚是tesla的battery day 今天是22号 很严重的一件事正在发生 如果能源瓶颈打开了 你要几件袭裙 挖多少矿 农作物是无限制的 如果整个社会 是供过的预求 所以为什么过去十几年感印 钱法还是有 感觉到通缩压力 为什么日本 有三十几年都是通缩压力呢 再加上人口老化的问题 其实很难逆转的 在这个环境下 但是还需不需要fiat currency 我觉得很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去到一个很高质的 五千乘五千的matrix 一个battery的系统呢 也有这样的可能 所以 所以中国我觉得 应该是再超前一点去想 可能已经在想着了 不是要人民币代替美金 但市场也反映很快 和你的看法一样 港股肯定有运行 我没有这么说过 市场说了 一点也不需要 另一方面来说 比如人民币里面 虽然不用fiat currency 它那个国际化里面 或者越来越多人认可 会影响香港的 对香港的好处还是坏处呢 两方面 第一样东西 到了今时今日 就不同 两年前的情况都不同 不要说五年十年前 现在不是应该 再等美国 什么时候高台贵手 去帮你主动 拆掉联系户律 你与其被人天天恐吓你 你应该主动去脱钩 主动有个计划去脱钩 当然不是等到危急的时候 就是好境的时候 你就去脱钩 对了 这个计划 如果现在到今时的HMA 或者是 人行 或者是中央没有的话 就很傻了 这个也应该是十四五里面的重点 再把他撕掉了一次 但是十四五素 提香港的不多 这才是可惨的嘛 可惨不可惨 我更不知 你问我的意见 我就是说 祂应该有一个主动计划去拆钩 要考虑这件事应该 不是考虑 不是等 应该是主动去做 或者全中国都是 减少 当然它是有企图的行动 占6成的保障,9成的外汇交易 这是绝对性的一个优势 中国是否全是1-2% 虽然SDL加进去 最主要问题是哪? 第一,中国要再庞大一点 你看看美国也是经历过程 1890年他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越英国 但真的他愿意,因为很烦 你愿意做世界一哥是1945年之后 Bretton是1944年 才开始代替英镑 中间经历了五十多年 绑好安全带 那五十多年才打了两次 就是人类最动荡的时间 所以中国就算是五年后开始超越美国的经济规模 我们不应该开香槟 应该买钢规 买4房子 因为再跟着说笑 都是未来之后的五年、十年、二十年 才是最危险的时间 因为你军事上未必超越 识识形态 各样体制、科技、科技、科技 全部都未超越美国的 那这个斗争才进入 那动荡会很严重 当然我再说一次 应该全世界 能够抛起这个旗见 抛起自然 应该想到地球的福祉 我就说一起去争取疫情 一起去争取地球 如果这件事都不够 就一起去找ET 找我 找Extraterrestrial 找Extraterrestrial 没错 因为 如果你是 去到外太阳 回头 50年前 Apollo Program都说了 好像一个很脆弱的Blue Marble 看不到国界的 长盛都是假的 看不到的 所以你其实 如果找到外星人 你固然会团结 无论是有是敌 一定会很害怕 一定会团结 找不到 其实你都应该是很团结的 因为很脆弱 你是很独立的 之后 现在的地球这么小 你还分190多个国家 是不是很落后呢 再说一次 你是不是还停留着 Medieval的institution 而我们的技术已经去到神级了 所以我不希望 有一个这么激烈的斗争 但是如果你说 除非 尤其是美国方面 放弃这个这么狹窄的 修飾地德陷阵式思想的话 否则是精彩的日子才刚开始 但是这个New Normal 大家中美角力在做 我们香港的投资者有什么选择呢 就是有什么可以选项呢 我们又走不了 火星又 火星就这么快走得到 但是涉征就来了 那我们可以有什么 就是面对 每天都很害怕 整天都说 报纸也说 大罗普怎么做 但是就是说 在 就是 我也有说过 就是刚才以上那些是背后的原因 就是因为 你的联储局 所有的人 其实只是经济学家 他就不懂科学 他就不认识这个世界 原来出向着通缩 就是因为data overwhelmed infinite supply 或者甚至要 实际的产品 很多服务 要lawyer 就在街上找300个也有 因为什么东西都是over supply 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还应该用这个 极端货币政策去 去刺激 你以为会印出 这个通胀 这个可能是根本性的错误 但是如果你 你不改变的话 唯一 真的会看到的 就是资产 的通胀 但是 财富和贫穷这个概念 在这个现代世界 科全 就越来越抽象化 和是 相对化 我在不同场合也有说过 有些人不喜欢听的话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 你看美国 现在疫情死了很多人 他们说什么原因 所谓叫comorbidity 最大原因就是 你老一点就会死多一点 另外就是 你有糖尿病 心管病 高疗病 他不好意思说 就是你贼肥 就是obesity 肥你就死 那什么人肥 在美国以至所有法特国 包括香港现在和内地 肥就是贫穷的外征 不是瘦 这是一个很绝对性的相反 和1949年的中国 1911年的中国 和1917年的俄罗斯 和法国178多年 那100年的法国肥病 是不同的 以前古代贫穷 就是不够食物就瘦 瘦就病 病就很快死 说完 现在就不是 现在相反 所以这是good fortune 现在现代人 就不肚饿 但是不肚饿 但是人还是 就不健康了 有心理的嘛 那你会见到 就是所有东西 包括炒股票 都是游戏化的 也就是Robinhood那些 又不收佣金 有free time 有free money 有free 佣金就炒了 正有费穷 那等于炒股票 就是等于打Fortnite 就是另外一个游戏 那你人是很妒忌心重的嘛 你仍然觉得说我打也只有3000分 有一晚这个 Jeff Faisal 一晚打了 赢了17个billion 那心理很不平衡了 还是好像香港 就说我又找不到一份好工 等等等等 那其实他上网他就 开心了 因为他打机很厉害嘛 他是人生他是失败祖而已 但是虚拟世界他是王者 所以这个就 其实全世界都在虚拟化 包括钱都是 所以你说首先 要投资赚很多钱 就是 我不敢说钱没用 但是那个 意义和以前是真的不同了 就是相对化了 还有抽象化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投资是怎样做法呢 我再说一句 其实有某程度上是简单了的 所以也都对 个体的散户是有利的 刚才说了 因为你零利率 负利率 甚至要 整本CFA 那些什么NP 都丢掉了 那就容易了 我不需要做很复杂的DCF 不用做model Some of the parts 全部都不等用了 全部是现在重要的是什么 讲TEM 讲增长 讲是不是disruptive 讲老板是不是charismatic 我不是说赞扬 我当然是有reservation 对这个分析方法 但我看到这个趋势是 刚开始的 例如Robinhood 这个完全是靠 卖客人的order flow出去 给别人frontrun他 也都被人罚过了 我不是诋毁他 又是一个好像Uber的例子 是靠犯法的business model 去做的 就是我这些年纪的人 以前做security 就不应该有manipulation 不应该insidation 不应该有frontrunning 现在基本上 看看是谁做的 合法化了 譬如 Arabantal做就直接是frontrun 你说央行与 这个treasery department 合作的是什么 那就是classic的 庄家行为 就是左手交右手 就是压低的利率 这个open market operation 就是这样 如果是私人做 manipulate股票 就应该卡的了 但是政府做不是完全是伟大的行为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是演变到这样 你很难fight他这个trend don't fight the fact 所以其实对于一般的投资 真的疑了很多 基本上是concentrate 我们professional 可能全世界留意100间公司 我想省会留意全世界50间公司 都有多了 再说是西瓜归大便 赢者通吃 说完了 所以中国 美国最主要产生 这类的巨毛霸 然后再加一点 如果你能够聪明的 你就看看印度有些 或者是韩国很重要的公司 或者是日本台湾 我名字就不说了 但是基本上 我觉得这个趋势是 即刻单去数就已经最简单了 是啊 根本再仔细的 就会有的缩吗 如果你看PE的 你就会输了 多过10倍不买的 你看看 Warrant Buffett 他当然是90大售 早几天他就subscribe了IPO subscribe 是呀 不知 破纪录 price要售70多倍 不知price要售3千多倍 这个 没有数据 这个不是年轻的Warrant Buffett 当然他有助手的 连他 他也破线 哪里有炒IPO的 他说56年第一次 这是有原因的 要改变 你明白吗 所以 sorry 其实对一般投资者是有利的发展 当然 Caviar Amptor 你要自己承担风险 有货 有pullback 有严重的correction 有可能 好像我说 FED那一招 如果没有效 譬如是因为中国威胁他 令到他失效 那些波会掉下去 那就小心了 这个可能还有三几年的日子 另外就是 好像我说了 除非Antitrust 很严重的 将他们斩检 或者 不让他们再做一些犯法行为 front running 变回要坐牢 你不理这个 酒店条例要坐牢 你不理白牌条例要坐牢 那就会有改变 不过 趋势完全不是这样 越犯法就越慶幸越高兴 sorry 现在就是 因为美名用一个disruptive 就可以做到很多事 浪人放火 以前香港 连开夜总会 都不出上市 怎么搞的 是吧 但是现在政府 当然香港的founders 就是运毒的 就是毒梟 所以假仁易道德 就无谓了 以后就 摆正上台 全部 好了 当然今集的主题 就是讲中国 中国 你说的经济里面 经常很多人 就是 不相信中国的经济 经济的情况 或者中国崩溃论 其实这件事还站得住脚呢 这几个 譬如先说 Alex说了 经济这个十四五之后 会不会刚才说 向着你的方向去做 你信不信 中国会怎么做 中国十四五 就是我 细节我不知 但是 我 就是 我一届草民 是不是只要给我的意见 他应该怎么做 他是不是这样做 我不知道他 但是 譬如最近这个新加坡 有个 以前的计划 现在是学者 都是得到这个李光耀的真传 叫做 Kishore Mabubani 他写了一本书 很多人都看 我都买了一本 很多人说 Has China won? 不是 Has China won? Has China won? 如果你说 搞到四分五裂香港 真是很大祸 还是新疆很大祸 那就另计 但是如果中国控制得到内部情况的话 没有可能他会 to extend 这是一个双边的斗争 Mabubani也在说 也是错的 现在 一只船是不同仓 你住头等仓 二等仓 三等仓 但是你都是那只船 同一条船 地球村是真的 我们同一条船 现在还要分一百九十几个仓 是错的 但是 美国如果放不下这个观念 继续斗下去的话 中国我觉得 has not lost 一定是没有输 未来也不似是会输 中国里面很不同 中国里面相信有两亿至三亿的中产阶层 将来会怎样发展下去呢 现在也不止两三亿 尤其深圳有层楼 都已经千万倍佣了 何来会只有两三亿的中产 中产的定义 刚才说过 大概一万三千美元收入 中等收入那个 一万三千 你连个 在内地的 姐姐都请不了 如果香港的姐姐都很想回大陆做 你知道吗 不过幸好我几个就加多个问 但是回大陆做会不会被人偷了个神 我说会的 会的 你去验DMA 你去验检测COVID也会整个神 DNA被人抄了 会印多个人出来 当然要害怕 幸好他乖乖地留在我中央 他就放弃了赚13000美元 中国总量大 正如刚才所说的 人口 就算切四分一出来 当作中产 都已经很巨型的尺寸 所以其实很多国家 很多人最近都会骂 当然喜欢骂的人就说 总理说六亿人收入只有1000元 中国有很多BB、小孩、老人家 中国五十多岁就退休了 我们全部都退了九十多年了 我看香港的电视节目 实际恐怖 70岁都还在做帮板 通常19岁都在做帮板 你看那些无线 不要卖广告 实际上中国6亿人 1000元收入 另外那7亿、8亿人 赚很多钱 总量问题 所以其实美国围堵 中国其实没什么可能 而且欧洲都很想用中国市场做生意 他总是在说多边关系 欧洲 是的 所以中国里面 西方人都会有个 所谓叫Yellow Peril 这个很不听的名词 就是以前 王和 是的 因为以前 不是我们祖先 而是隔离 尔吉思汗的后裔就很成功 就打到他们 打到怎样的情况 其实很简单 你去瑞典去Hungary 看看那些人的眼睛 好像我们恨眼的 这个就是结果 为什么他们金毛 但是恨眼的 你自己想一下 原因就是 整个之外不止 窒头很厉害 夜晚都很厉害 DNA传了 夜晚都很厉害 有数捷 所以他们就很害怕黄种人 所以你说就是欧洲 怕不怕黄种人 怕 我最近都说过 其实很不好听 就是 你美国现在就BLM 就是说 Black Lives Matter 这样 在美国你不可以说 歧视黑人 但是你可以说 歧视中国人 尤其是川普 只要加一个 妖魔化包装 就是共产党 就是同样 在哥伦布之后 这个Conquistador一样 他当然不会说 我是濫杀土人 我们是想 configure你 救你 你愿意信耶稣 愿意的就OK 不愿意 信耶稣可以永生 你不信就快点永生 你不信就立刻永生 所以就是 他一妖魔化说你是共产党 那就 justify 他们的行动 他们都 ignore 一个几月前 这个Harvard 这个Kenley School Edge Center 做了一个八年 三万多个人的 讨论 就是说 原来 2008年到16年 中国人民支持中央政府的程度 是超过九成以上的 很多人当然又说假 又说不信 但是其实有不同的研究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有间其他的民调公司做的 是差不多的 是七成多八成九成的 再讲一次 2016年 未在香港这么动乱之前 未在美国打到中国这么厉害 中国也有火的 中国也有民粹的 现在内部更加团结 所以现在的支持率更加高 所以这个Mike Pompeo Donald Trump说 CCP 你又欺压人民 你和人民不同的 这是假的 中国人民非常支持政府 因为他们带来 给到他们的东西 这五千年来是最急促的增长 最好的生活就是现在 以前 农民 十几年前已经说了 从来五千年来 试过不用交税吗 是井田祭典来的 中间那块就给了皇帝 现在 很多年 农民都不用交税 所以其实 其实这个是 内部中国 暂时来说是很团结的 是的 今天时间 过得很快 时间又闪港中国的问题 我想 我们一年两集就说美国中国 我想这件事 也是值得我们继续去关注 很感谢Eddie 好 留意Eddie的提示 Top down 很尽情的分享 也让我们看得更加中观 整个局势是怎样的 真的再次感谢Eddie 好感谢 多谢大家收睇 多谢Derek 多谢Ed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我们 订阅我们的节目 到时有新的 新的节目又会上升 再迟些又找Eddie 上来跟我一起分享 多谢大家收睇 拜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